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 歡迎大家來到哲學星期五 我先問一下就是有沒有 今天是第一次來哲舞的 有話可以舉個手嗎 好多喔 好多喔 他們今天是來耶 你看 你要講歷史 我講歷史嗎 那我講 好 就是其實哲學星期五啊 他是在法國 大概是1930年代的時候 有一位哲學家 他叫馬賽爾 他第二禮拜五的下午 就邀請他的哲學家朋友 就一起聚在他家 然後談一些社會議題 或者是一些公共議題 那台灣的部分呢 是在2010年從台北 就有一群人他們拿個大聲工 就站在十大夜市的路口 開始進行哲學星期五 那這幾年來呢 其實除了台北之外 台中 台南 或者是東部 宜蘭 花蓮 也陸續都有哲學星期五這樣的活動 那我們就用禮拜五晚上的時間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討論一些公共議題 然後 這裡打過朋友應該都知道 哲學星期五的傳統 就是自我介紹 對 所以呢 等一下在自我調之前 先講清楚遊戲規則 就是哲學星期五 最要自我介紹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希望讓大家理解到 哲學星期五 不只是一個意義最多的演講的平台 哲學星期五是一個雙面交流的 就是我們非常希望聽到 觀眾的聲音是什麼 所以因此我們會想要了解說 欸你們今天為什麼要來 你聽到這個主題 你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 然後 想你對我們這個演講有什麼期待 會後的什麼質問 都可以在 最後Q&A的時間提出來 然後 所以等一下自我介紹的時候呢 就給每個人大概十秒鐘的時間 介紹自己大概是誰來自哪裡 然後 為什麼會來 對這個主題有什麼想法 大概是這樣子 對 然後 嗯 如果 這裡有一些 公益團體想要公商服務 那我們就可以 可以給你們餘餐大概 20秒時間好了 對 一個進行的宣傳 你們是什麼團體 這樣子 給你們公商服務時間 這是折舞的優惠 好 那我們就 麥克風就從 兩邊先看 你要不要 對 好 大家好 我是雲希 大家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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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呢 其實我 我不知道特別看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我記得 就變得有形狀 每個地方這樣這樣 大家好 我是漢希 我也是來很多次 今天的主題是很大 海外打工 這個 我非常有興趣 最近更早到 謝謝 你為什麼非常有興趣 你平常有在打工嗎 我從15歲開始打工 那我原本預計去年 去年度我想去日本做Walking holiday 後來因為遇到一些 三年大學的事情 就 就是人生的計劃有感覺 這樣子 所以你將來也是希望 海外打工換成這樣 目前的話 是沒有這個計劃 因為也滿多事情 中型都下來在台灣 對 這樣就在全日的中段 好 我期待你以後的機會 好 謝謝 我是來自大陸 然後 我在李敬輝 然後 我 來過的時候 所以我幾次了 然後 今天也沒注意看這個 你自己來吧 大家好 我叫陳俊賢 然後 我也是大陸轉換師 然後 所以今天這個 一直比較有感興趣 所以我就來 去試一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那因為我比較 不要多打工 所以 因為我常常做 看這個地外的 這個網頁 所以 所以 想說來聽一下 我們有一些 要跟你試想或什麼 之類的 這樣 順便你找朋友看 要跟我一起去打工 那我問這個 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會想要去澳洲打工 你動機到底是什麼 還是你只是 因為突然想 所以就去做 因為 沒有很多 同事還有朋友 都有去過澳洲 可以打工 所以是你朋友的感化 就是 讓你 好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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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來自西武的澤汗 然後 我 看到這個標題的話 我是留個想法 這個 台灣打工這個 這個東西 是 歷史的貢業 還是說 去的是一種 甜蜜的負擔 所以我就覺得 好奇 這種事情 在台灣 難道不能 不能做嗎 這是我一個疑問 欸 台灣一直都有 打工換宿 對 那 對 何必 千里得到那個地方 對 好 謝謝 等一下會洛 非常歡迎 來 下一個 我是玉琼 我是學生 然後我對這個議題蠻緊缺 因為身邊有很多人在做這個事情 對 然後我就是 比較有一點好奇 自己也有點想到自己 也會想到這種事情 就比較好奇 那些去的人或去過的人 因為身邊有些人可能 以前在間隔都去很多次很好奇 就是那些在那裡的吸引力 對他們未來 就是真的有什麼幫助或展望嗎 或者上面不只是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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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比較好奇說 為什麼打工換宿到底是 為了 目的是什麼 對 好 歡迎你來 Q&A 這樣子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南京文的南京 然後 就是有小的經濟 如果想要去 我們要來開 海外打工 分享 跟這一集 去哪裡 對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去 你的理由 大人分享一下 我是想要爭廣我的理界 趁年輕 我想要出去看光明的時間 那爭廣你記住什麼 想要用打工換宿的方式 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嗎 在國外的話 又沒有我們在國外打工工作 所以想要去嘗試 好 謝謝你的分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悟空的名字 然後我今年六月要去紐西蘭 所以想說來看一下 大家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分享一下 去紐西蘭是打工換宿 然後 好 期待你再來 全部分享一次 對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蘇漢 現在還是學生 我就是好奇這個海外打工這件詞 對 因為想說 奇怪為什麼在美國好好工作一下去 為什麼還要跑到國外 對 我是這樣的想法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忠祐 所以我也是學生 今天來是聽一下就是 關於海外打工的記憶 對 因為我也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單純來聽分享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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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是蘆蕭 我已經 嗯 我是固定 參加哲舞的班級 所以 對 不管怎麼做 我都會來了解 來聽 謝謝 好非常非常的謝謝 大家好 我是益青 然後我是第一次來 然後朋友約我 所以來 我一定可以 以後哲舞可以歡迎多多拉人來 沒有關係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你來聽 我是同上大臣很高興 然後其實我就是 沒什麼想 不了解 所以我過來聽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張聰 那個 第一次來 這裡面應該我最老 看其他人應該都是學生 這個 其實我就想說 現在年輕人 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就跟前面的人一樣 打工 為什麼要到海外打工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 第二個 在海外打工 跟台灣打工 到底有什麼不同 那 現在幾乎都去澳洲 那到底是 為什麼大家 入歐中到澳洲 那 想要了解一下 那 當然 我只是平常 只喜歡 那個 背包客人 到處去遊 那打工 應該是不可能 所以說 看看現在年輕人 到底有什麼想法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大家好 我 我其實是看到這個標題 然後寫青年世代的集體基義 我是被這句話吸引來的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我覺得青年世代的集體基義 然後大家到最後就去海外尋找這個出口的感覺 可是我其實今天很想來聽看看 我覺得這個集體 記憶跟我想像中的這個集體出走 是不是一樣 這樣子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很精彩 嗯 我叫 然後 我現在是學生 然後我以後也想要去海外打工 所以 很想知道說 去了之後 到底就是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收穫 謝謝 好 等一下 剛剛那位 就是你說你很想去海外打工 就是你不能說我很想 但是在很想的之前 你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們一個原因 就是你被什麼吸引呢 因為 我想要看不一樣的世界 就是 不是每天生活的世界 嗯 那 為什麼去選擇 用打工快速的方式 因為 如果你只是去那個地方玩 你是一個遊客 可是如果你去打工 你是 就像他們那裡的人一樣 像就是像他們那樣去生活 而不是 以一個 好像 我是遊客 然後高而易得的感覺 去看他們 而是真的 進入他們的生活 體驗 去感受 好 謝謝你的分享 然後希望有 對剛剛 可以等下你們交流一下 這樣子 好 下一個 我是玉琴 然後我是立岩高中的 發展演會會 然後 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三個是一起來的 然後因為我會想要一起來 就是我其實是第一次知道折舞 然後 還有我們三個有一起去包澳洲 對 然後可能都對海外打工有一些嚮往吧 這樣 謝謝 嗯 謝謝 我是伊雲 然後 對 我就是變成朋友帶來的 然後我也去包澳洲 所以就來評判一下 等一下 你們之間的正可以握手是誰 沒有 你們之間那個優秀的代工者是誰 中間這個嗎 好 謝謝你 歡迎多多拉人來 中間非常歡迎新朋友 好 大家好 我是德魏阿威的學生 謝謝 因為之前就國中的這種地方 就是有說 可以打工入價的人 然後 就是 我覺得那是 對年輕人比較沒有錢 是一個可以集合出去看看的一個方式 所以想說來了解 然後有一個人去對 這樣 好 謝謝你分享 嗯 大家好 我是佑文 我是上班族 我第一次來 然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議題 然後去視頻大家如何分享 謝謝 歡迎以後 就不要再說 我第一次來 就說 我是場客這樣 大家好 我是斯芋 我剛才摺五 這幾次我對我來 那當然摺五有些議題 我認同也我不認同 可是我覺得這種場 是很好 很好的一個 一個場所 就像主持人講的 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 或許主持人的看法 你不認同 或者是你有什麼話想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表達自己聲音的地方 那今天 其實我也有朋友去海外打工過 那回來之後 他們也是 又想要再出去 其實他們 國外的生活 跟台灣的生活 那種生活壓力是比較 天差地緣的 雖然說他們去 可能是去農場 或者是像我們在電視上面看到的 去屠宰場 可是他們回來之後 他們覺得 他們沒有辦法在台灣 繼續生活下去 是因為 當然薪資落差也是有 他們覺得 我一天可能工作十幾個小時 換來的薪資 結果跟我去國外農場 可能做了一天下來工資差很多 可是他覺得說這種生活態度 他們給我的感覺是 他們不想要再活在那麼 生活壓力那麼大的狀況下去過生活 所以他們希望 不再也再出去 不管說 去那邊賺錢為目的 或者是說 他們希望說 過一個城市跟一個城市之間 去賺旅費 去看不同的一個文化背景 或者是說去體驗那邊 他們的生活態度 那我想要來看看說 今天主角的 講的是不是跟我聽到的一樣 好 謝謝你們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秉憲 我來自嘉義 那我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說到這個議題的話 其實我本身算是青年農夫 在家幫忙 那目前的話就是 會 剛剛有人跟提到 就是工作十幾個小時 可是換來的 薪資代價的話 卻好像不成正比 那此外的話就是 我的朋友 他在澳洲 第一年去了回來 他還想要再第二年過去 他兩年過去了 那他很可惜說 他沒有獲得之後的工作續聘 意思就是說 他就不能再去澳洲那邊打工了 然後他就會覺得 他現在就是會處處碰壁 就是說 他現在在投履歷 大概已經投了兩個多月了 所以他的一些矛盾 他的一些挫折的話 可能是 想說藉由這次的活動 想說 國外的好語化 跟我們台灣的好語化 到底差在哪裡 可是他本身也是對海外打工 也是有興趣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分手 大家好 我是選擬 然後我們來超過半年了 然後又有興趣來聽這些 大家好我是安潔 然後我是第二次來 然後我是因為看到這個題目 還蠻有興趣的 就是我的想法是 海外打工跟海外工作 大家對於這兩個詞 你們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過去海外打工 感覺是一個很 還蠻正向的詞 但到現在好像開始隱隱約約有一些 不同的意見或是副相的感受 那大家對於這個東西 所謂的集體記憶又是什麼 我是想要來 就是對於這個有些了解 好 謝謝 各位好 我是哲武的志工淑慧 然後今天的拍攝主要是我 然後七年世代的集體記憶 我在我是五年級生 然後在我年輕二十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最期待的其實是海外的遊學 那時候倒是好像還沒有就是海外打工 這麼流行 然後到我四十歲的時候 我終於有一個海外遊學的一個機會 我去到紐西蘭 在紐西蘭有四五個月的時間 然後在那邊就遇到很多 就是遇到一些就是在海外打工的 不管是日本過去的 或者是韓國過去的 或者是我們台灣過去的 這些年輕人都有 然後就一直在想 他們就是其實海外打工這件事情 紐西蘭他們開放就是 Walking holiday這樣的一個簽證的時候 其實他們一部分是在解決 他們那個地方的一個勞動力的需求的問題 因為他們也有很多那種就是 辛苦的工作 然後沒有人要做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就有海外的這些年輕人去到那個地方 然後去做這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配套也滿有意思的 就是他們希望你在那個地方賺的錢 其實是在他們那個地方花掉的 因為他們有那個配套措施 我記得好像就是 你必須三個月工作 然後三個月你去學習去學英文 或者去上語言學校的課 然後三個月去旅遊 他不讓你一直打工 不讓你一直做打工這件事情 賺錢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想說 以台灣的 又回過頭來看我們台灣的一個情形 我們台灣也有很多工作 其實是 也有一些勞動力的一個需求 然後我們這些勞動力的需求 我是轉的就是像東南亞國家的這些 去招募這些勞動力進來這樣子 那對他們而言 他們是不是也是一個 應該不是一個working out of day 這樣的一個概念 他們其實是工作的很辛苦 那我就在想說 這樣的一個勞動力的一個移動 跟那種經濟狀況 跟社會的那個結構的問題 所以今天也很有興趣 來聽聽大家的分享這樣 謝謝 有一個很特別的想法 就是比如說東南亞老公跟博平卡拉雷之間 是不是有些區別 等一下也可以來討論看看 大家好 我叫嘉莉 然後我也是摺我的志工 然後我的表跟表嫂 他們也有去那個海外打工 然後我就有問他們說 欸就是你們印象最深刻是什麼 然後他就講說 因為我們是比較早一批去的 然後後來去的人越來越多 就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特別 而且真的就像剛前面 有一位朋友分享 他說好像就跟一開始的印象不太一樣 因為他說在當地他去澳洲的時候 現在聽到越來越多 好像是就是有華人會做一個打工的仲介 然後去的時候大家都充滿期待 但是可能有人語言不是很通 那去的時候就反倒會工作的媒合 或是生活的適應跟他的期待是有很大落差 然後他就覺得說欸怎麼會是這樣 而且他提到另外一點就是 你既然要去外面闖蕩 那不就是其實自己要多做一些功課嗎 怎麼會變成好像變成是人家在幫你仲介工作 而且在這裡面他說大概十個裡面 大概有九個可能是華人 就是自己人會騙自己 你去看他好像比較熟悉 但是好像問題是出在這個部分 然後去到當地 當然還是會有可能就是因為你是外來你是新人 所以會有一些比較不平等待遇 但是大致上來說其實當地還是蠻有親和力的 這是大概今天來聽這場之前的一個想法 然後我想要就跟大家分享一個活動 他叫做第一屆西藏自由文學長講 我不曉得同學有沒有就是對西藏這個地方熟悉不熟悉 跟講那個臉書粉絲專頁馬上叫大家按讚 對就是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其實裡面有比較詳細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覺得這次活動真的蠻特別的 因為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就是 其實在圖博或是新疆這些少數民族 我們可能在台灣的媒體上比較少有機會看得到他們 那就有團體就是SFT 其實在台灣的SFT Students for Free Tibet 就是今天是一二三那個自由日 然後所以他們也辦了一個自由文學長的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去想一想 因為有一群藏人已經超過一百位 為了爭取他們在宗教信仰上 或是在自己的文化上面的一個自由 然後以自焚的方式來去表達 那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抉擇 那其實有人會去把他們每天 就是如果有發生這個自焚的事件的那個日子 給記下來那個人民給記下來 那所以這個文學長真的蠻特別的是 希望能夠以我們生命當中的那一天 到底是要生存還是毀滅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抉擇 當然不好意思 就是跟今天的主題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鼓勵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就是SFT上面有第一屆西藏自由文學獎 那主要蒸稿的類別是散文類跟現代師類 那如果有興趣有想要知道進步消息的話 就是今天演講完的話也可以來找我 謝謝我叫嘉義 好這樣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轉頭看一下他長什麼樣子 長這樣 非常歡迎大家去找他聊一聊 他都非常搞笑可愛 大家好我是哈馬 我相信大概現場或是35歲以下的青年是在應該對於打工 尤其台灣打工這件事情有很多的感觸 就是媒體上面講的也好 身邊很多很多朋友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所有人 身邊都會有一兩個出國打工過的朋友 我自己身邊也是 然後我所有出國打工的朋友只有兩條路 最後只有兩條路 一個就是想盡辦法延遷一千二千最後在那邊找正職 然後可能以後大概久久回來一次台灣這樣 那另外一種就是延遷延到再也不行的時候回到台灣 然後開始很失落的生活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調適包括勞動環境 薪資環境或甚至是國內外那些對於重視東西不一樣的那種落差 對所以我今天會想要聽聽就是 兩位包括就是現場所有的人對於這件事情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是因為我其實不太知道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 因為他的利益應該是良好的 就是讓大家出去看看世界並且有足夠的金錢收入 但這個收入應該是支持你去探索世界這樣子 可是我身邊比較多人是去賺錢的 對 所以我想要知道就是大家對於這件事情有什麼樣的想法 然後 不好意思 其實我對於剛才學會講的那件事情很有也有一樣疑問 就是台灣的這麼大一個族群的流動的勞動力到了國外走一圈回來之後 對於他們在議題關注上面有什麼樣的改變或者是什麼樣的捉摸 比如說他們會特別注意台灣的移動勞工的這個問題嗎 這是我特別想知道的部分 然後呢 所以 剛剛佳音有打過一個廣告嘛 那我也想要打另外一個廣告 就是2015年有一個東南亞移工文學獎 欸他也是文學獎喔 就是 如果說大家有餘地的話 歡迎你們可以上臉書粉絲頁去贊助 他們在專利益上面有一個募款 你們募到如何的款項全部都會捐注在四方報的那個前總編輯 他們做這個2015年的移工文學獎裡面 他們會做出把東南亞所有的 應該說他們會蒐集很多東南亞的移工的生命史 生命經驗 然後出版成書籍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Google一下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余晨周知公 那對於這個主題啊 就是我們除了我們自己想知道 可能我們台灣年輕人到海外去 打工這樣子的一個勞動條件或者是其他議題也好 然後再來跟台灣的一個做一些比較或相對的 相對性的了解這樣子 那如果說可以再做一些延伸的話 就是延伸剛剛哈娜講的 就是說可以再來看一下我們其他東南亞 可能在台灣人工的一個勞動現況 甚至是我們台灣其他行各行各業的勞動現況 其實可以再看一下了 然後剛剛哈娜也有打一下那四方報這邊的一個活動 那他們最近有在發起一個就是帶一本看不懂的書回到台灣 那就是說可以到如果說有到東南亞去旅行的話 可以隨手帶一本書回來 那就是陸地是要給台灣的東南亞工去閱讀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閱讀的力量 所以他們也很喜歡 說不定他們也很喜歡讀書這樣子 那也是大家可以搜尋一下是幫報的粉絲專頁一些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就請那個主獎人 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折舞的現場在後面都會有錄影 那我們會後也會把整個過程的影片 就是放在網路上分享給今天沒有辦法來的朋友 那如果你對於我們錄影 你自己比較不能接受說你發言 還是說你的畫面被放在網路上的話 你就是自己下來給我們自公反映一下 對 剛剛這樣子 那這邊還有朋友的現場 可以說這個燈開一點 噢 燈開一點 嗨 大家好 我現在是上班族 然後我叫先生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折舞 然後我對演講者非常的有興趣 你是粉絲的概念嗎 他是我中選 好 謝謝 二啦 我也是對這個 海外打工也是蠻有興趣的 一來就是澳洲 就是為什麼澳洲這麼多人會去 可能是他的環境還是他進去的成本非常的低 低廉 所以相對你去日本或者去加拿大 或者去西蘭各個國家 或什麼澳洲是首選 然後再來是 就是在他們那邊的環境 有很多很多其他國家的 陪寶科或是打工 有學之類的一些國外的朋友 我想要 會想要去結束他們 想要知道他們對這個世界 對台灣或者是一些事情的看法 想要了解這樣子 謝謝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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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朋友 後面的朋友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